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 这一期带朋友们的探店位于广州天合成六楼的大家乐 大家乐香港的连锁餐饮品牌 创立于1968年 据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中式快餐集团 大家乐和大快活都是属于香港罗斯集团所有 创始人分别是罗腾祥和楼芳祥 另外包括著名的维他奶也是属于罗斯家族的 寄生于合成量 大家乐和大快活经常被消费者拿来做对比 两家做对比的话不知道朋友们更喜欢哪一家呢 想了解大快活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收看往期的视频 我来的这一家大家乐看得出来环境方面应该是整修不久的 大家乐和大快活做对比的话 到底有没有很大区别现在咱们进去探个究竟 时尚简约的环境颇有肯德基和麦当劳那位了 相比之下个人更喜欢大快活的用餐环境 除了时尚简约整体的风格还会偏温馨一点 而且在里面还会开设有小型的儿童游玩场地 既可以前台点餐又可以机器点餐 之前做了一起大快活的探店 就有粉丝在下面留言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评价 时尚快餐的话选大快活 而中尚快餐选大家乐 进店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展示了他们家的餐品 有一栏全部都是烧味的 另外还会有一部分异国风味的餐品 相比之下好像大快活的出品要丰富一点 餐品的更新频率也会比较快 而在餐品的口味方面确实会偏实施多一点 两家做对比的话朋友们认为哪一家的出品会好一点吗 天河城这家分店的生意还不错的 中午饭点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座率 点餐服务员穿得跟空姐一样啊 在服务方面个人觉得都差不多 但在用餐体验方面个人觉得大快我会好一点 因为大家乐这边是要自己取餐的 大家乐应该算得上是港餐玩中央厨房最早的一批了 虽然都是中央厨房 但是感觉大家乐的运作体系呢会更加的完善 而且出餐的速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快 出餐员培训有数出餐非常的快 所以对于时间比较紧迫的上班一组 这种出餐速度会让人比较满意 虽然价格比内陆很多减餐都要贵 但是开车在天河城这些商圈消费力是有的 等了大概不到三分钟就可以拿到餐了 在餐厅里面还有专门的刷位名单 他们家力推的一个套餐海南鸡饭价格40块钱 从卖相看起来做的还算比较地道 套餐里面可以搭配老火亮汤也可以搭配奶茶 对于港餐的话我一般都会选奶茶 港式奶茶的味道普遍都不会差的 喝起来口感还算比较纯滑 要糖的话可以另外加 奶味和茶底的味道稍微淡了一点 十分满分的话奶茶可以给到7.5分 海南鸡饭标配的三种酱料 辣椒酱黑酱油还有姜葱酱料 搭配了一些酸爽解腻的萝卜 酸爽脆口味道是可以的 40块钱的海南鸡饭套餐配的鸡饭量呢就是这么多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个套餐的性价比如何 选的部位其实还算可以 但鸡的品质呢就只能说一般 正宗的海南鸡饭选用的是文昌鸡 文昌鸡的鸡皮颜色会稍微淡一点 而且文昌鸡的产量呢也比较小 所以我推测它选用的应该是三黄鸡 朋友们从卖相看啊 它选用的鸡是什么鸡呢 欢迎弹幕留言 实话说鸡味不算像浓 口感方面也比较彩 即使那种比较嫩的鸡 我估计养的时间呢都没有超过三个月 作为白痴鸡啊 鸡的质素真的一般的 非常遗憾啊 目前在广州做得好个海南鸡饭真是几小 米饭吃起来还算比较爽口的 而且有一定的鸡肉香气 火候控制的还算比较好 但是无奈鸡的品质呢就真的很一般 十分满分的话 这一份40块钱的海南鸡饭套餐 我只能给到6.5分了 我也时不时会到大家乐用餐 如果拿来和大快活做对比的话 个人更加倾向大快活多一点点 不知道朋友们会选哪一家呢 欢迎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受 对比香港那边的大家乐 他们的员工在一点多的时候 就会在店里面用餐 毕竟大家乐比大快活进入内地市场要早 感觉他们在细节方面呢 做得要稍微好一点 下一期同样会为朋友们带来 比较有代表性的港式简餐 这个品牌就是翠华 虽然说他在网上的评价好坏参半 但是在广州正家的分店呢 却站得非常的稳 现在的翠华出品到底怎样 记得加我关注留意下期的视频了 发现我的币真的非常的少 各位老板就别白嫖了 记得给小弟投币点赞一键三连了 我是大兵 下一期翠华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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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